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有一个人的数据却没输 依然非常华丽 他就是乐福 本场比赛 乐福出战34分钟 拿到16分17篮板6的前场板3助攻 数据非常好看 而在上一场骑士对阵森林郎的比赛中 乐福的数据同样非常好看 他出战39分钟 得到25分19篮板7助攻 不过骑士123比131不敌森林郎 上一场25加19后本场 比赛就拿到16加17的数据 詹姆斯离开其事后 乐福成为球队的绝对核心 以前在森林郎的华丽数据现在终于又回来了 但是球队却难求一胜 这难得又要走森林郎的老路吗 这两场比赛 乐福的数据虽然好看 但是命中率却非常尴尬 拿到25加19的那场比赛 乐福19中优 而今天这场比赛 乐福同样是19中优 其中3分球8中1 这命中率实在太感人了 上个赛季季后赛 面对步行者 乐福机场比赛 场均11.4分9.3篮板 但是命中率仅33.3% 而面对凯尔特人 乐福场均12.5分9.8篮板 命中率同样只有37.5% 作为球队二当家 这样频繁打铁 球队还能进总决赛 只能说明张姆斯太长大 但是同时也太累 难怪斩皇会离开骑士 也许有人会说 因为年姆斯的存在 乐福被迫在外心投篮 导致命中率不高 但是现在 斩姆斯离开了 乐福成了绝对核心 可以放开来打 前面三场比赛 乐福的投篮分别是18-5 19-6 19-6 尝尝这样的命中率 球队难求一胜 难怪斩皇会离开骑士 不过话说回来 斩姆斯现在在呼人的状况也不杂样 常规赛已经遭遇两连败了 都是关键时刻调练词 目前球队的两名主力球员还遭到了禁赛 接下来的比赛估计也很难取胜 25-19后又拿16-17 数据好看球 对着难求一胜 难怪斩皇会离开骑士 对着难求一胜 难怪斩皇会离开骑士